英文学习指南 一些有趣的英文成语 就是比较不一定常看到 但是蛮有趣的 而且增加大家对英文成语的知识 这都挑过的蛮有趣的 欢迎小额赞助 请分别订阅我的三个YouTube频道 就是英文学习指南 英文秘籍跟常识宝典 这是第二部分 我们继续看 所以你从第一部分 第一集先看 我们继续看 每一条狗都有它的日子 这叫成语 通常是不能成句子 通常是这样子 谚语就可以唱 通常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句子 每一只狗都有它的日子 就脾气太来 狗在人的眼光中 觉得狗过得不好 但是又脾气太来一天 就抓这个意思 Don't lose your hope and remember every day 就是不要上色信心 比如你最近碰到不顺的时候 不要上色信心 记住 时来运转 你不要说翻译神 不要上色信心 你是一条狗 你也有你的好日子 这样多不好听 不要色信心 记住脾气太来这句话 翻译A到Z 就全部从头到尾 你看字典 从A B Z E到Z 就是从A到Z 就是全部嘛 全部都看完了嘛 就这个意思 A到Z Sandy read Gun with the wind 翻译A到Z 你说 你不能说这个 这叫乱世佳人 那个电影叫乱世佳人 小说叫飘 这个不能念read 不然的话应该加S嘛 因为通常 英文造句是用过去式 因为你讲话的时候 写句子的时候 那个事情就过去了 所以通常过去式比较多 要表示 一直到现在都持续在做 才用现在式 你不能说这个 某一个人啊 看了这个乱世佳人啊 看了飘啊 这个啊 这个小说啊 他从A到Z 从A看到Z 就没有啊 小说没有A到Z啊 就是比喻成字典 就全部看完的意思 Give the green light 就是给这个绿色的light 灯光 给绿色的灯光 什么意思啊 就同意 为什么给绿色的灯光是同意啊 这绿灯吗 红灯吗 红灯吗 红灯就不能过啊 不同意啊 绿灯就是一路开到底啊 唱唱情无阻啊 同意啊 那个橘灯呢 就赶快过去 赶快过去啊 My boss gave me the green light I need to carry on my new project 我老板 你不能说 这个 他 对我开着绿灯 然后叫我执行我新的计划 而且人家听不太懂 老板同意 同意 我的计划 所以 本来是绿灯啊 绿灯就通行无阻啊 可以过去 结果后来变同意 Head in head 手上有个帽子 手上有个帽子 是不是头很热啊 夏天啊 这个头很热啊 进到室内啊 还是 表示啊 这个碰到外国人 碰到女人啊 有时候帽子摘一下 可是 也不用拿手上 谦卑的 谦卑的 为什么谦卑呢 就以前啊 那个很多人都戴帽子 现在不一定戴 他有的时候啊 看到主人 看到大官 看到地位很高的 当碰到 这个 女人啊 她有时候帽子啊 稍微摘一下 或者用手啊 碰一下啊 表示跟你打招呼 那碰到地位高的人 他老板啊 黑奴啊 碰到他老板啊 地位高的 就把手 把帽子 拿在手上 表示说 我不戴帽子了 我摆在手上 表示说 这个 你地位比我高很多 这个意思 My former boss can't just see me head in hand and ask me for a job 我前任老板找我 很谦卑的要一份工作啊 这个风水轮流转 以前他是我老板 结果公司倒闭 结果我现在自己也开家公司 开的也不错 就前任老板 对不起啊 小刘啊 不好意思啊 以前对你不太好啊 我公司垮了啊 听说你像做的干的蛮好的啊 是不是啊 可以念在过去前面啊 给我一份工作 啊 谦卑的啊 他不是真的拿帽子 你不要说 他把帽子放在手上 不是 就翻成谦卑 所以成语 有他趣味性 有他微妙啊 有他丰富多变的一面啊 所以这个成语啊 我们多记一些 没有什么不好 他可以让整个句子啊 英文的表达 变得丰富 活泼 有趣 have arms in somebody's pants 进不下来 为什么呢 那裤子啊 某一个裤子里面 那这个有很多蚂蚁啊 这你裤子里面有蚂蚁 找到老鼠啊 那你还 台语叫动不了啊 受不了啊 你就 浑身 浑身痒啊 动来动去 或者忍不住啊 把手 抓到裤子里去抓 一个人的话 赶快裤子脱下来 就进不下来 受不了 养得要命 这个浑身不能进 Peter's father promised to give him a new motorcycle and there's Peter had ears in his pants 这就是 在彼得父亲啊 他一买单几次后 他高兴进不下来 活蹦乱跳啊 就像那个裤子里没有蚂蚁啊 你不要把他翻成裤子里有蚂蚁啊 就是他进不下来 很兴奋啊 have the last laugh 有一个最后的笑 笑还有最后啊 还是很多人里面他最后笑啊 什么意思啊 最后赢家啊 为什么啊 一个比赛啦 赌钱啦 或什么东西 就竞赛类 最后笑的就赢了嘛 前面笑不一定赢嘛 最后笑的一定赢嘛 你输钱啊 输了比赛你笑得出来吗 最后笑的一定赢家嘛 所以就变成最后赢家 Am I the competitor Spencer without buying people But he had a last laugh 就在所有竞争者当中啊 史冰山本来不被看好 但他啊 确实赢了 最后赢家啊 你叫最后赢家 你翻译的时候不要说啊 这个在比赛当中啊 史冰山啊 他最后笑了 人家说笑什么意思啊 发神经病啊 还是赢啊 搞不清楚 就是他最后赢家 最后赢了 I was born yesterday 我不是昨天才出事了 废话啊 你当然不是昨天啊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是菜鸟啊 我不是婴儿啊 我不是白痴啊 就我们叫老江湖啊 老手啊 练家子啊 我不是菜鸟啊 你不要唬我啊 你不要想打我啊 我是李小龙第二啊 你不要想骗我啊 我是老鸟啊 你想耍我啊 这个意思 我不是不是昨天才生的啊 我老鸟啊 Do you expect me to believe such a story I was born yesterday 你真的以为我相信你 那妈的鬼话啊 假话 胡话 魂话 我那么好骗啊 我昨天才生的啊 我小孩子啊 我婴儿啊 我老鸟欸 Albion Monkey Sunko 我是一个猴子的叔叔 人和猴子物种不一样嘛 这个人生不是猴子嘛 我怎么会变成猴子的叔叔 就意想不到 哎呀 我 我是人啊 我怎么变成猴子的叔叔 当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比喻法 哎呀 我居然是猴子的叔叔 真是想不到啊 怎么可能啊 Are you sure the street girl was born in a rich family I'll be a monkey uncle 你确定那个神女的妓女啦 出生父有家庭 父有家庭 什么会去当主戒女啦 当妓女啦 什么家道中落啊 还是她就喜欢搞这一行啊 哎呀 我真想不到啊 你不要翻译成 哎呀 这个女的 这个妓女啊 就是出生有钱人家啊 然后我变成猴子的叔叔 所以很多翻译软体啊 他简单的他翻的对啊 碰到这种成语啊 碰到这种成语啊 艳语啊 一字多语啊 一字多语啊 他就挂掉了 他搞不好真的跟你翻 啊 那个妓女出生父有家庭吗 这个 我真是一个啊 猴子的叔叔 他就翻出来 那你不能怪他 字面上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成语啊 有些东西啊 所以有些东西啊 电脑翻不出来 那你不能怪他啊 因为这 电脑工程师啊 有语言学家在后面帮忙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业语都输进去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没办法 人是活的嘛 电脑死的嘛 电脑你输入资料越多 翻的越准 可你不可能所有的翻进去嘛 那人的话顶多说 这句我不知道 呃 我就停在这边 我不翻可以吧 我不知道意思啊 那电脑就傻傻就给你翻 Do the cows come home 知道这个母牛啊回家 啊这母牛回家很好啊 认路啊回家 知道 但是有个知道 知道母牛回家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很久 那牛啊 这个走的比较慢啊 不像马 然后马也比较会认路啊 牛也比较会认路 所以牛 母牛走私啊 没想到他回家了 就搞了一天一夜 两天一夜 两天两夜才回家 啊总算回家 可是牛走的慢 又不太会认路啊 搞了半天 就意思就等很久了 The young couple gaze blinking on stars lying on the grass tear the cows come home 这对年轻奇人 躺在草地上啊 看这个星星啊 然后世情画意啊 聊一些农情蜜语的话 看着天上闪烁 星星很久啊 你不要说这对年轻人躺在草地上啊 要知道 母牛回家了 哦是不是 哦 是不是家人来教你啊 你们两个不要在草地上 在干嘛啊 趕快回家吧 母牛回来了 这什么东西啊 谁看得懂啊 那母牛回家都回家 关他们两个情人什么事 很久 在躺在草地上很久 躺了一两个小时 在农情蜜语 话说不完啊 In the air 在空气中啊 在空气中什么意思啊 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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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气中啊 那 In the air 还有别的意思 在流传中 In the air 在流传中 在空气中 大家讲话 一讲完话 在空气中 可是没有对象 搞不清楚真假啊 就不确定了 Whether the central bank whether the central bank whether the issue new news or not is still in the air 到底中央银行是否发行新潮 尚在未定之间 还没有决定 还不确定 有此一说 有在想 还不确定 还没定案 In the black 就是用这个 在黑色的里面 在黑色的里面 是不是在黑衣服里面啊 在黑色的颜料里面啊 有盈语 哎呦 In the black 怎么是有盈语 因为 以前啊 现在电脑没差了 以前就是啊 比如说你最后公司的数字啊 如果是黑色 就代表 有赚钱 有盈语 不管多少 红字叫赤字 赤字 红字就是亏损了 所以这个 老板一看账簿 或者会计师查账 或者政府官员要缴税的时候 看你 哎呦 红字 啊 这公司亏钱啦 这个税就不用交啦 老板 脸都绿啦 黑字 哦 要缴税 老板一看 哎呦 有黑字 黑字一看 哎呦 赚那么多钱 After opening for five years Our company is banned and black 在开张五年后 本公司终于有盈语啦 It's a small world 这世界真小 世界那么大 那么地球那么大 世界怎么会小 它是一个比喻的讲法啊 就是这个世界当然很很很 当然确实很大 大得不得了 你只 你走走看 学学走 你走一辈子也走不完 但是我们说小世界啊 这个 所以这个相对啊 比喻的说法 就是世界那么大 可世界也真小啊 It's a small world to see in parents 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小啊 我到巴黎去啊 怎么居然看到你啊 我们都住台北市啊 怎么我到巴黎去 我怎么看到你啊 这世界真小 所以有时候这个男女啊 这个 偷吃啊 带着女朋友啊 或带着小王 女儿带小王 结果两个跑到卡卡角 海角天涯 两个这个偷情 哎 结果呢 这个在摩铁里面 碰到邻居 哇哩哩哩 我已经跑到天涯海角 找了一个什么 鸟不声带的地方 小鱼管 还是 还是这个摩铁 什么 看到邻居 这邻居 哎呦 我也没看到 这世界怎么那么小啊 这个意思啊 Kanguri Court Kanguri是袋鼠 袋鼠的法庭 那袋鼠怎么会在法庭里面啊 实色法庭 实色法庭 什么意思啊 一般法庭是政府开的嘛 但是有时候军阀啊 黑帮啊 堂口啊 假法啊 就是自己 不是法律允许的 实色法庭啊 就是自己去审问 然后假法之后 这个黑帮的 这个 他们的这个邦规 事后啊 或军阀 我军阀 我最大 就实色法庭啊 不合法的 常常也不公平啊 然后就 然后就自己判决了 猝死 管起来 实色法庭 不合法的法庭 就是啊 叫做代数法庭 电脑又把你翻成代数法庭 全世界没人看得懂 the world lord tried his enemy is in a kangaroo court 这个军法啊 施设法庭 审讯他的敌人 try 这个一字多译啊 他不是尝试 不是尝试着去做某一件事情 试着去做 而是去审讯啊 审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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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Q啊 K讲完啊 再下一部分由M开始啊 所以一次不要讲太多 Q the good and a golden egg 这个我们一般可能比较熟 杀气许暖 杀掉这个鹅啊 这个鹅会下金蛋 这是以前的这个 童话故事啊 当然鹅不会下金蛋 这童话故事 随便他讲 会下金蛋的鹅 就你把他杀掉了 那不杀鸡群了吗 那就是笨死了 他多久 下次蛋很贵 就你把鹅杀掉了 是不是 鹅里面有很多金蛋 一次杀掉 全部拿出来 可是他 你杀掉了 可能你没有几个金蛋 是没错 可是他后来就不能 不能再下蛋 死掉了 Be the selling of his parents Be the goat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彼得卖掉了餐厅 无意杀鸡群了 卖掉餐厅 换现金 出国去玩 环游世界 卖股票 大鱼大肉 到五星期 饭店吃Buffet 可是问题 钱还完了 你不杀鸡群了吗 你餐厅不卖 每个月 如果生意好 有赚钱的话 每个月都有钱 你卖掉 一次拿很多钱 可是你只要杀鸡群了 以后就没钱了 我们就讲到 K的部分 第二部分讲这里